成龙也向他表示过爱意 献殷勤 但是在与他接触交谈中 发现他是一个对待感情十分认真的人 所以成龙不敢继续追求他 感情这个事情 你要是只是在玩 那么在他面前 你还是自己找别人玩去吧 所以一直以来 他们都只是保持好朋友的关系 梁朝伟由于与他合作了好几部电影 所以被人们猜测 他们假戏真做 有一段时间 梁朝伟为了表达心意 还一再对外宣称 要与刘嘉玲分手 但是最后也是没了声音 黎明曾经也追求过他 只是那个时候 他已经是红遍亚洲各地的天后级别的女星 所以黎明也没敢怎么强烈的去表达 重要的是 他对黎明不来电 只是把黎明当做兄长看待 倒是他的妈妈非常喜欢黎明这个孩子 还认了他做干儿子 在小编说了这三个巨星后 应该有人猜出 他就是聂小倩王祖贤 1987年出演电影《欠你幽魂》中 聂小倩一角红遍亚洲各国 王祖贤飘逸的长发 清秀脱俗的气质 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王祖贤也因此成为了本土人气最高 影迷最多 身价最高的女明星之一 三部《欠你幽魂》 可以说是各有千秋 都堪称港片中的经典制作 和徐克的代表作品 其中又以第一部最为优 小倩也几乎成了王祖贤的代名词 王祖贤的小倩 忧怨哀艳 丰富青丝 一缺飘然 射心动魄的眼神 释放出隐隐的杀鸡 王祖贤一向誓言 不想成为绯闻的第三者 不想介入别人的家庭 不考虑与已婚男士恋爱 他与已婚富家公子林建月的一段感情 几乎令其落到身败名裂的地步 受尽了伤 但是对于主观思考 与道德观的水星 也落在水平座的他来说 同有夫之夫的相恋 完全是缘分 与任何道德上的理论毫无干系 他也不过于戒备 而是经历过了就够了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任何事情都是擦不去的 感情的过程其实很辛苦 在这个过程中 他觉得就算最后没有在一起 也像是前世今生 有了羁绊一样 非常高兴 好